冬令时节要如何健康食补呢 在台湾特别从立东开始就有保当的习俗 更有领当保当保脆康的俗语流传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医科主任张淑妹 特地分享和手屋药膳鸡汤食谱和制作方式 跟民众一起分享暖暖过冬 那我们的药材包呢 先用热水稍微烫一下 那因为药材总是担心会有一些粉尘 所以用药材包包这样子一包 你放在锅子底 这个大概是11人份的锅子 然后药材包先放在锅底 然后再把药材加进去 把那个鸡肉放进去 这个大概就是公鸡的话大概半只 如果母鸡的话可以用一整只 所以看这个鸡肉的量其实还蛮多的 半只鸡肉量就是很多 那我们这个药材包 鸡肉把药材包摇到底下以后 我们加大概1500 cc的水 1500 cc的水 这是1000 cc 然后再加500 cc 所以这个锅大概会7分满而已 那在电锅炖的时候 它汤才不会溢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加到2000 cc的水 因为在去药材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多喝一点汤 可是因为你如果加太满的话 在电锅里面炖它会溢出来 所以我们先暂时加1500 cc的水 那这个药材包里面有个当归 当归的话我们先不加进去 因为当归炖久后它会产生苦味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的方式就泡个所谓的当归酒 当归酒你可以用这个米酒 然后加在把单位加里面 然后泡个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都可以 这个打开它这个味道非常的香 然后所以这个我们是用在快起锅的时候再加进去 好那我们把姜片加进去 姜片加进去 然后红枣工艺在我们第一次起 第一次跳起来以后再加进去 那我们外锅可以放大概一杯到两杯水 那可以加热烫的水下去 那这样炖起来会比较快 那外锅放一杯到两杯以后 就大概就成这样 这是用用一杯一杯 外锅用一杯的水 所以你看鸡肉已经有点软了 那药材的药味也都出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把枸杞红枣 所以稍微洗一下 然后再加进去 就是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加 因为鸡肉比较不容易软烂 所以我们可能在第二次的时候再加 那外锅再放了一杯到两杯水 然后再炖第二次 为了让上班忙碌的朋友们 也能够方便健康食补进补 基隆医院中医科特地调配方便炖煮的 中药材便利药扇包 包括和手屋养生药扇包 加味四神药扇包 以及加味四物药扇包三种 方便民众购买回家自己DIY进补 第二次加水再起锅 已经电锅跳起来 你看这个到 这是鸡肉的软烂度都非常适合 那整个汤也是非常清澈 那这个沟壁红枣也是都还很完整 所以整个汤的那种色香味俱全 那我们快要起锅前 要喝之前我们就加酒 可以大概看个人需要 我们可以加一大汤匙 这个是我们特制的当归酒 就是秘密武器 大概加了一大汤匙这样下去 那味道会增加它的香气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医科主任张淑妹表示 在中医的理论中 冬天是补肾的季节 但是食补还是需要依照个人体质不同 而有进补方式的不同 因此建议一般民众以贫补药扇为主 像是大家熟知的核手屋药材 比较符合健康养生的概念 而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 核手屋脂肝养肾养肾养血和补气的作用 适合冬天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